拿出的这样的王子,这样的王子最优秀了啊,这边是脆的,中间是圆的,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做的是炸面王子,来,用心做好菜,吃出健康来,面粉,二碗五十克,看一下啊,加上两克纸三克的酵母,啊,如果不喜欢那个,可以不放,炸出来一样, 蓬松,鲜软,但你要放上来这个,除了效果先拉好了啊,然后呢,家里这些水是多少呢,一两水,稀释开,抽搭,半斤面粉,五克鸡蛋,加上一两水,三克酵母, 搅成粥糊状,下锅一点还粗粗粗粗粗,都能堵下来,才好啊,开始搅,这样就行啊,它能挑起来,这个层,倒花菜,啊,这就可以,盖上盖儿,挖着一下,挖着需要说两倍大,啊,也就是挖起来,盖上盖儿, 把这个葱,切一下,半工分长的小碎丁,啊,什么样的火腿都可以, 贴成大米粒,大小的丁,放上一两半至二两,啊,我这个有一两半,不到二两,看一下,满火,接下来,胡萝卜,卡丝儿, 好,放上二两,半工分长,或者呢,比半工分再短点的,啊,都可以,好了, 朋友们,来,看一下啊,满着小小小的气泡,都没晃到还下去了,啊,咱们看一下啊, 胡萝卜,火腿,葱,都给它下锅,这些盖就行啊,这是主食,少给点花椒面啊,或者十三香,五香粉都行啊, 开始搅拌,看看,好不好看,好看就得好吃,啊,搅,都给它搅进来, 看看啊,快点蘸水,看看身边,哎,这都可以,把这个,我给它关掉,啊,咱们的压制是这么大锅的,好上手,来, 两个勺,在这儿放点油,啊,这个,也拖一下油,这样,看, 不会做丸子的,啊,你就这样就行了,往锅里一下,啊, 哎,这就一个,再来一个, 拖一下油,啊,下锅就起来了,大泡泡,啊, 一次累去,你就这么做就行,炸出来, 这也都算少点担成这内的,啊,非常不错的一种制作方法,啊, 然后呢,我再给你做一个高手挤的网子,啊, 高手挤的呢,能比它规范一些, 但这个炸出来也非常好看,啊,我就炸一锅这样了,啊, 炸一锅这样了,连椅边都给它带一锅, 好了,这样就行,啊,咱们看一下这个颜色, 关键就看这个颜色,啊, 这是熟的了,这种, 温度不宜过高,啊,温度要高了, 我们这个里面有葱,葱就炸焦了, 我开始用手,往锅里下,啊, 这块火好大,啊,就这样,小点的, 看看啊,这除了效果什么样, 好,兄弟们,看一下这个颜色, 六六元正正亮, 里面是气体, 两早熟,下到一块, 好像吧,现在呢, 这个程度, 这是非常松软的,啊, 咱们看一下熟到什么程度了,啊, 看一下, 熟好了,非常鲜,啊, 非常鲜, 熟了,可以让它上上色, 颜色稍微重重,啊, 葱花, 颜色稍微上升点, 就好了, 沥一下油, 拿着个这样的王子, 这样的王子最优秀了,啊, 对面是脆的, 中间是鲜的, 你像这样呢, 外面说脆吧, 不脆,啊, 就都没出纸, 啥的时间, 到了,啊, 现在咱们看一下,啊, 把它这么撕开, 咱们看一下里面的, 这个构造,啊, 里面呢, 有些气泡,啊, 非常软,啊, 非常软, 不粘, 就是这鸡蛋的作用, 好了, 炸面王子, 就分享到这里,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, 在我必须视频下方留言, 谢谢各位观看, 炸面王子,